机密驾到 到底谁是机密呢 就是本尊 各位美丽新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最近有在发起 就是有的要注印 这个结缘的经书 有的是我们要去 为某一些慈善机构去筹款 因为忙完一些大活动 这个下半年度 大概有几个 都是比较偏向这一类的活动 我就想起 我记得之前 为了有一些像地震 为震灾筹款 我出去行脚脱波 走在这个路上 其实好心人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有力量 再继续走下去 不管这个 说身体的状况如何 天气如何 什么这些 不管怎么样辛苦 总是支持我们再走下去的 是这路上来往 所有来来往往的人的爱心 支持我们走下去 但偶尔也会听到一两个 比较特别的一种应对 比如说看到我拿着波 这个沿途这样走 就有人讲 等我赚的钱 我再给你吧 这样 我当然还是说谢谢了 总是他也有一个承诺 在以后 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行善要及时 行善 就是人家需要你的帮助 或者给你因缘去帮助人 去做这份善事 修这份功德 其实不是天天 不是随时 你想要做都有的 而且也不代表 你现在 你说以后再做 也不代表你以后就这样能力 那总是呢 我想行善是你有多少 你就随分 随心 随力 就随缘一点就好 不拘多寡 但你要随缘 那我相信有些人呢 他的心其实不坏的 他只是没有那种结缘 或者不失 或者是说为人付出的那种习惯 他还没有养成 这我再举一个例子呢 很有名的这个成语 叫河策辅渝 这个是在庄职呢 他因为家里头 好像经济有点周转不来了 他就去找当地的一个地方官 这个大概是类似 叫这个管理河川的 这个水利局的吧 叫奸河猴 那么就去跟他要借一点粮食了 那这个奸河猴呢 就回答他 他说 等这个年底啊 等我收了一些这个税金之后呢 我再给你三百两吧 那庄职当时就回答他 他说 这样啊 这倒让我想起啊 庄职就说了 他说 我昨天出门去呢 就听到我路旁啊 这个有 就是那个路旁 就是干枯的 就已经干到裂开的那个泥土 泥地 土地上呢 有一条鱼 这浮鱼 在他上头叫他 那这个鱼呢 就要庄职说 哎呀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升水 一公升的水 让我活命啊 那庄职说 他当时回答他说 哦 好啊 那你就等我 南游回来之后啊 我一定饮西江的水来救你 这样 那么其实庄职是很 善于说故事的 他提这个辟语啊 来回应这位坚河猴的 这个答复啊 其实我借用庄职的这个典故 他当然是要讲 就是如果啦 他真的说 等我饮南游回来 饮西江湿水来救这条鱼 这条鱼恐怕已经变成鱼竿了 那他就 就是要呼应这位坚河猴说 你说等你年底收了税之后 给我三百两 我只是下一餐饭都没着落啊 你等到年底再来给我三百两 这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帮助人 他在这个moment 他在这个很应急的时候啊 我们讲救急不救穷 我们在做公益慈善 就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我们要及时行善 及时给予这个帮助啊 那么要养成这一种 就是为人付出 肯的施舍 结缘的这种习惯 我们观众朋友们就要把这件事情 放在您的这个脑海里 心田里去原谅 有机会的时候 你多少要帮一点的 那么我还在提一个小故事呢 来说明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这是一个预言故事 说严罗王啊 一样在他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就是严王殿 每天很忙 因为都要审判很多 准备要去投胎 或者是去哪里受报的人 那么那天倒不错 就是盼的人呢 大部分呢都可以回人间再去做人 所以严罗王心情还挺不错的 但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这个带来 就是这个在那里的这个助理 就带来了一只毛茸茸的东西 那严罗王就问 来者何人 这个所造 这所犯何罪 那么旁边的人就回答 他说哦 这是一只猴子啊 那这个已经当了几辈子的猴子了 那么严罗王那天呢 本来心情不错 但后来看 这个人 就是这只猴子 这个这么多事 都是这样子 那就想那就好了 那你就再去当猴子吧 这个猴子呢 因为他本来在排队 在那里听审判的 他看前面都是去做人 为什么就到他还是做猴子呢 他就趁严罗王心情不错 赶快提出要求 让我也去做一次人吧 不要老是都当猴子啊 严罗王就说 做人啊 你这全身毛茸茸 怎么像人呢 他说严罗王没问题的 如果你让我去 我就把这个毛都拔掉 把毛拔掉 不就可以做人吗 严罗王好吧 就让旁边的人 算是帮他拔毛吧 拔一只毛 那个猴子呢 就吱吱叫 严罗王摇摇头啊 就说 哎 像你这样子啊 一毛不拔 怎么去做人呢 这个寓言故事啊 我很欣赏 就那一句话 最后那句话 严罗王讲 像你这样啊 一毛不拔啊 怎么可以去做人呢 对于这个行善 要及时要养成 付出结缘的这个习惯 我今天这样提这个观念 我不晓得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想起另外一句话 说拔一毛以利天下 不为也这句话 就是好像先要想自己 这个拔一毛 好像要拔命一样的 像这样子说不为也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就可以想一想 为还是不为呢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随缘随喜是很重要的 这过去呢 印度的甘雄甘地 他们的国父 他搭火车的时候呢 曾经一只鞋 不小心就掉到火车下去了 他赶快把脚上另外一只 赶快丢下去 让两只鞋丢在一起 他的朋友问他 你已经少了一只 你干嘛还要再丢一只 他说 这个 我现在反正都少一只了 但是呢 我赶快把它丢下去 说不定 哪一个穷人家 刚好捡到 是一双鞋 他就对他有用了 我很佩服的是 在那个火车开动 那个刹那 他很快的 就做这个动作 可见 他是有这个习惯的 养成习惯 随时都可以帮助人 您必定是富有的人 祝福大家 奥弥陀佛 我会帮助人家 我们在这儿都可以帮助人家 做这个动作 就是我们不 driver的 då 我看不了 我们不回答 我们不回答 我们不 var 都可以帮助人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